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名电影导演冯小刚跨洁指导 在冯岛的大刀阔斧下 今年的春晚舞台也出现了许多新面孔的新组合 张国立担任了主持人 法籍艺人王一峰 伊夫顶替刘谦表演魔术 主名舞蹈家杨丽萍的外甥女小彩奇展现了转圈绝活 但在这些亮点下 今年的春晚也可谓草点满满 伊夫魔术穿帮两处 所谓面包无中身有 在一节露出的管子被发现后彻底培制 一屋变屋的魔术也被摄像机抓了个正招 黄博身上的是来象几条校服 还是爱马仕星宽 啥啥分不清楚 今天的聊斋 我们去交争一下的央视马年春晚 盘点社会热闻 引领大学思潮 碰撞各方观点 禁书独到见解 我们在聊斋说事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年第一期的聊斋 我是主持人杜翔宇 我是主持人张新月 刚刚在视频里好像看到我们男神嘛 男神啊 你说的是伊夫吧 的确啊 他长得是非常 一表堂堂 非常之帅 但是今年这个魔术好像不尽如人意 这么一看还是你搭档我比较靠谱 别骗了 这怎么能说是平呢 你看啊 他今年魔术还有穿帮 然后嘛 整个节目的语言呢 也说的不是非常利索 怪不得有网友说啊 说伊夫跟刘谦之间 还隔着一万个敷衍东了 但是抛开这个不说 整场魔术的舞美 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拿不解 其实不仅在魔术 歌舞类表演的节目 舞台效果也让人眼前一亮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几个节目 比如说最近很火的时间都去哪了 然后还有霍尊的卷珠连 嗯 还有一首神曲 我也想到一首神曲 不妨我们来测试一下默契 好的嘛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儿 这首飞飞看来还真是洗脑啊 的确 你看这首歌它节奏宽幻 而且呢 它的主唱非常之有魔力啊 大张伟在舞台上 再歌再舞又唱又跳 可这个歌声中就是不带一点喘气 是厉害 但是就是大张伟的实力上了一个档次 还是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奥秘嘛 算了 我们还是不讽刺他了吧 大张伟自己也有承认 他在节目中的确是有假唱的 而且呢 在春晚其实假唱的也不止大张伟一人 有时候啊 我有点担心 会不会在以后假唱成为春晚的一种趋势 但是春晚的舞台上也不只有这些节目啊 就比如说每年春晚的经典曲目 难忘今象 那可是实大实的真唱 对 你像今年吧 当李古一老师 蒋大伟老师 他们的声音伴着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 的确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感触 像我心中呢 也在想 这一辈老艺术家的风骨如果能被我们新一代的歌手所传承下来 那么想必华语乐坛会越来越好的 说到这个老一辈老一辈艺术家 我们就不得不提起春晚的一个标志型人物赵本山了 那可是我们家乡人民的骄傲 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对啊 东北出了个赵本山 在这二十多年来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笑料 让我们添加了很多的快乐 但是在这几年的春晚舞台上 包括赵本山啊 包括黄红啊 这老一辈艺术家渐渐是淡出了我们的春晚舞台 也让人感到遗憾吧 但同时又有一批新的人才涌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 比如说 你听说过开心麻花吗 开心麻花能吃吗 好像不太清楚 那你应该听说过好见吧 好见这个人我记得 你像今年那个福布服是他们的 对吧 然后前几年我记得也有非常好的表现 的确是不错的一个组合原来他们就是开心麻花 对啊 开心麻花近几年来已经逐渐成为了春晚舞台上的常客 我们也特别希望他们可以更加越来越好 然后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成为像本山大树一样的几代人的春晚记忆 是的 不过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两个人的观点 下面呢 我们进一段视频看看我们这大学生如何看春晚 嗯 今年整体效果还挺不错的 嗯 我个人觉得今年春晚的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今年春晚的整体效果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今年春晚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蝙蝠不服吧 乱马奔头 李明浩和于晨青 彩晴很累的华少演的那个小品 梦想最深刻的肯定是小彩晴那个赚了四个小时的杯子 我觉得 赚得好 唐翠有爸 李明浩 还有女神Sophie Masso 这两个人今年在春晚舞台上的出现 还真的要感谢一个人啊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三个大字 疯到我崇拜您 今年的春晚对冯小刚导演来说还真的是一个考验 就拿收视率来讲 今年春晚竟然创下了历年的新低 对啊 看来冯导可能对于春晚的舞台还不太适应 毕竟隔行如隔山 不过呢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其实冯导还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提到这样一点 他说众口难调是春晚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但是呢 这众口可不仅是咱百姓的口啊 对 这些年来我们也特别提倡开门办春晚 冯导的出现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但我们也更加希望春晚可以跟上时代的潮流更加开放 偶尔众口味一点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嘛 对 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春晚舞台上可以涌现出更多的有识之士 勇于挑起春晚导演的大梁 为全国人民奉献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是的 那其实呢 这三十多年来春晚的发展已经渐渐成为了全球华人在除夕夜年夜饭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大餐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祝愿春晚在未来能够越办越好 感谢收看本期聊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